好,那再來齁,在我們那個CAD裡面的這個文字啊 因為我是屬於M-test M-test的就是因為你有段落嘛齁 你有段落所有你有最後的尾行 那有了段落之後呢,在CAD現在有給你藍位 也就是說我不一定要只有一藍齁 你想要多藍也可以 那但是藍齁,這裡 CAD蠻好啊 因為它多一種東西叫動態藍 那我們先看最簡單的靜態藍 靜態藍,例如說兩藍 兩藍就切著兩藍,這很容易理解嘛 那這兩藍多寬齁,你可以自己調 你如果調外面這個 你才會調整它 一個是總寬嘛 一個是個別的藍寬 這其實還蠻容易理解的 那如果這個太長了,你就可以點它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我要多長 那總之現在就是兩藍嘛 那你當然也可以三藍四藍 所以這靜態藍很容易理解 那我先回到無藍 沒有藍,好 那再來,這動態藍比較好玩 第一個叫做動態藍的自動高度 自動高度的話 其實最大的是要控制這裡 也就是說,你去調整它 它自動會一直加藍出來 反正碰到這裡就換下來,碰到這裡就換下來 那幾藍我不知道啦,你就自己調嘛 你細一點或寬一點都可以 所以這是一個動態的自動高度 動態藍的自動高度 或者是動態藍的手動高度 就是一開始是沒藍 其實也是一樣 是調這裡 調這裡,那你可以變成兩藍 所以它多了一個動態藍跟靜態藍 那還蠻好玩的 那無藍,無藍就回過了 所以你如果文字打一打之後要編輯它 你再去編輯 那一般我會建議是這樣 因為其實說真的 很少在CAT裡面打太多字 比較少,比較少 那通常會有很多字是在 你的整份圖說的第一頁 第一頁的說明那裡 那裡才會有比較多字 那那一頁的說明 通常也是複製貼上 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WORD裡面打好 再複製進來 那複製進來 我等一下就會提到 我們可以匯入文字 那等一下就來講 所以藍你先試一下那個藍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在針對藍的部分 因為 它有側點 側點編輯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編輯 如果你有動態藍 你也可以直接打 我把動態藍打開 你看 哇塞 怎麼變這麼濕 真的 你也太誇張了吧 好 好 OK 你可以點這個側點 可以嗎 你可以點這個側點 你可以說我今天每一藍不一樣高 這個再上去一點 好 這樣子 它每一藍你可以設定就對了 好 這個側點還蠻好 一旦你用動態藍的話 所以說我可以例如像這個 我可以編輯到這樣子 每一個 每一個紅的一個 再下來一點 太多了 再上去一點 這裡啊 你就一定要管我 然後 這裡可以再多來一點點 再來一點點 好 然後這個一直到這樣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我有 這一個M-test 我就可以做完 所有的事情 那你如果在以前的話 你可能必須要三個M-test 啊 然後自己再 再去把它對齊 把它排成一條線這樣子 齁 好 來 試一下